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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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最同修最护法 大家晚安吉祥阿弥陀佛 哎呀这个我们澳大利亚天天下雨 天天 这个让我们好像容易睡觉 今天继续来给大家互相来研讨 互相来学习 如何来认识佛教 前面呢 我已经给大家讲了很多 介绍这个佛教的精神 认识佛教所讲的那种啊 都是跟我们这个生活 都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 因为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啊 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 让我们遇到一些感受到很烦扰的事 困扰的事 厌恶种种的 那我们要应当要如何去面对呢 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是凡夫 凡夫意到凡夫 哪来不产生冲突的事呢 哪来没有烦恼的事呢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 前面呢 我已经给大家讲了很多了 下面呢 还有六七坦克 就是说 在六七次当间呢 这个认识佛教就圆满了 就讲到一个到这边 一个段落 还有六次 或者七次 我们可以把这个认识佛教讲圆满 那今天呢 要跟大家来说明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如何来见效 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三次呢 已经给大家说明了 这个我们学佛 首先要如何把人学好 要学习 要如何来学习 来做人 就是说 我们学佛要从哪里开始 佛告诉我们 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讲了这么多的经典 这么多年 大概四十九年 那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呢 佛告诉我们 直接了当 学佛一定要从孝开始的 没有拐弯冒角 直接了当 而且 佛所讲的这句话 有高度的智慧 为什么 把我们众生的毛病通通讲出来 把我们的人的毛病 我们每个人都有毛病 但是我们的毛病太多 不计其数的 一个一个讲 讲不完 所以释迦牟尼佛太了不起了 把我们人的毛病 用一个字来形容 哪一个字 笑 这个字 你看哦 释迦牟尼佛真的很有智慧 你想要把这个毛病 你在这个生活的毛病 人生的个性的毛病 你要把这个毛病去掉 化除 你要从哪里 从孝 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 真的讲得太了不起了 因为这个孝啊 不仅仅对父母 我们要孝顺 下面会慢慢给大家来说明 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 要我们学佛弟子 首先呢 要尽孝道呢 要从孝道入门呢 那我们要如何来孝道啊 我们要如何尽孝 特别是现代的人 很多 特别是年轻人 他们也不懂啊 什么叫做孝道 你问他 他根本打不出来 什么叫做孝道 你问他 他根本都不知道 什么叫做孝道 有人说 说师傅 我现在还年轻 我拼命去赚钱 认真的去工作 将来啊 有钱了 让父母能够吃好 睡好 穿好 住好 全部都是最好的 让这个父母晚年的时候 能够享受荣华福贵 这个是不是孝啊 是不是孝呢 你不能说他没有孝 当然是一个人的尽孝 你不能用财 用钱财来衡量的 孝道 你是不能用这种的来衡量的 为什么呢 如果贫困的人怎么办 那些穷的人怎么办 贫困的人怎么办 还是不是没办法 他是不是没办法尽孝了 所以要有一个高度的智慧来看待 那要如何尽孝呢 你要用什么心态来尽孝呢 这个要特别对年轻人 多讲一下 因为他们有时候也不懂 反正天天煮好的给父母吃 让带这个父母去公园走一走 去商场逛一逛 看到好的衣服买给父母 看到好的 吃的 买给父母 这个就是尽孝 那如果尽孝这样的话 那很简单 很容易了 也不用学佛了 这个我们也不用学佛了 没必要的 为什么呢 很简单 拿你的自己的钱 随便买个东西 父母喜欢吃什么 我就给他 喜欢看电视 我又买电视 这个是尽孝吗 这个就是要跟大家来讲一讲 所以现代的人 现代的人很多 如果今天你对他说 我又跟你讲孝道 他可能会跟你说什么呢 你是不是神经有问题了 现在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你是不是那个死骨不化 就是老古董 你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吗 佛教应该要学习 懂得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 不要这么像这个死骨不化的 跟老古董的 或者他可能会问你 现在是什么时代 你还在讲孝道 很多人 有时候会笑我们佛教跟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 甚至于我有时候遇到人 他说师父 师父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呢 往前看的时代 钱虽然不是万能的 但是没有钱很头痛 英文怎么讲 Time is money 是不是 很多人 说实在 他话讲的有没有道理 想一想 有道理 你今天想要吃饭 没钱 你怎么吃饭 你想要开车 没有钱 怎么开车 你想要买衣服 没有钱 怎么买衣服 你想要建道场 没有钱 怎么建道场 你想要供养 没钱 怎么供养 对不对 他讲的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但是 你要用一个人的智慧 来看待 如果随着这种的习气 你这种的观念会变成什么 会走偏了 所谓的需要的不多 想要的太多了 所谓的我们佛法 我们讲的 讲什么呢 这个叫做贪心 所以你讲这个校道 特别是西方国家 西方国家 西方国家的人 你看我们这个西方国家 教育学人发达 很发达 他教育很发达 但是很可惜啊 对于校养双亲的 论常道德 这样的精神 他们都没有提倡的 你仔细的去看 他是不是 对于校道 是没有这种的观念的 他们只有一个观念 就是一代一代的 向下的照顾 他们只有这一观念 什么意思呢 说实在 不仅仅是西方国家 很多信在全世界 几乎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 都是一代一代的 向下 照顾 什么意思呢 就是做儿女的 只往下看 没有往上的去看 下的是谁 下是指自己的儿女 上是谁 是指自己的父母 很多现在 很可怜 真的 所以做老人真的很寂寞 寂寞也是一种苦啊 真的 你看那个 到我的念佛 念佛堂去的 很多都是老人讲 你问他 你简单问你一个人 你为什么喜欢来做这个念佛 哎呀师父啊 家里很寂寞 而你把他等上帮赚钱 家里又没人 我来到佛堂念佛好呀 阿弥陀佛可以跟阿弥陀佛作伴 看到朋友一起能够聊天讲话 是一个好啊师父 你看 真的耶 我们现在的人 我们现在的人很多 都是这个样的 注意啊 你想一想 我们总有一天也会老啊 我们每一个人总有一天也会老 你想一想 那个孤独的苦啊 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们佛教所讲的 寂寞也有寂寞的苦 真的 那为什么我要用这样讲呢 我先用一个笔意 一个一个笔意来给大家看 让大家做一个有一个概念 然后呢 下面再跟大家简单的说明 如何来建议 我用一个譬如了 一个譬如 为什么很多心在做儿女的 只往下没有往上的 比如说每一对夫妇 每对夫妇就做儿女的了 很多从结婚开始 他们在规划什么 怎么样来储蓄 让将来这个儿女啊 在这个教育上 生活上才不会会成为一个问题 他们开始规划 对不对 他们有这样规划呀 我将来生孩子的时候 我有一笔钱能够让孩子 读书啊 或者在生活上不会成问题啊 所以做父母拼命的赚钱啊 像我常常问我妹妹 你为什么天天拼命去赚钱 哎呀 不赚钱呢 以后儿女怎么办 你看 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观念 对不对 所以常常的 常常去想 整个脑海里 怎么赚钱 怎么赚钱 都是为儿女的着想 为儿女的规划 这个就是做父母的伟大 但是做儿女很多 虽然对儿女 自己的儿女 有这种的规划 但是 绝对不会为父母 除去 养老金的规划 很少 你想一想 你仔细仔细看 你看 甚至于有时候 甚至于有时候 比如说他父母有钱 父母有钱的话 他不但没有为父母 找想 以后要不要有一笔钱 如果妈妈爸爸 需要的时候 我们会拿出来 来帮助 他没有 有这些 有但是很少 都是为儿女着想的 比如说他父母有钱的话 还想在他的父母 百年之后 做什么呢 分财产 父母还在 做儿女 两个眼睛盯着 他的父母的财产 甚至于做儿女的 互相财予 互相基督 等一下 父母还会给你 他多一点 会给我少一点 会不会公平 会不会平等 无论你怎么做 而你都认为 这个不平等 这个不公平 很多啊 所以我们今天 学过的年轻人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道理的 分财产 这讲是好听 说难听的是什么呢 是争财产 所以哦 做父母的 也是很难 钱多也妥妥 钱没也更妥妥 所以做儿女 如果不孝的话 你看做父母 也多辛苦 说实在的 真的啊 师父前几年 有看到 看到什么了 看到父母啊 他的父亲 刚刚往生了 还没办破事 还在躺着 儿女吵起来 你我 争得不得了 争什么呢 争财产啊 父母刚刚走 你讲一讲 你这样的态度 你让你父母 失得不免目 九群之下 他能够安心吗 甚至于父母还在 身体还健康啊 儿女开始增财产 很多耶 有时候分到财产哦 当父母生病的时候 要看医生 要去医院 要花钱 有时候做儿女的 一个一个推 像这样的人太多了 这个是一个简单 小小的比喻 你眼睛现在去看这个社会 你看你看 是不是有这种的事情 像以前我有一个朋友 师父有一个朋友 他有钱的时候 很多人喜欢跟他做朋友 当他的公司倒闭的时候 一个一个跑 你看现在的人 那个感情越来越淡 没有人情味了 真的很糟糕 为什么 天天往前看 天天往前看 天天脑海人是钱 睡觉钱 睡醒醒 吃饭的钱 天天天都是想着这个 怎么样去批命赚钱 到最后 整个人情味都没有了 甚至于从这个地方来讲 有时候不同的宗教 师父也看过 他的父母是佛教 女儿不是佛教 但是逼着父母 你要跟我信仰的同样 不然得我百年后 你不要希望我来帮你处理你的后事 你想一想 要挟自己的父母 因为不同的宗教 你想一想 现在是什么时代 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过去我没有看到这样 师父小的时候 我看到 人人对父母非常的恭敬 无论父母他信仰什么样 无论父母是怎么样的 对父母都非常的恭敬 为什么现在的人变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时代的问题 是不是人的观念的问题 错在哪里 为什么现在的人变成这个样子 那不仅仅是这样的 我们看下面的 甚至于有时候 我们看到好的食品 好的物品 你想一想 如果他自己有而你的 他只记得而你的 会不会想到 他的父母喜欢的 这些物品 这些食品 不会啊 为什么 忘得一干二净 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做父母很多 年轻人 像是以前 带团到 到一个国家去 每一次进到这个食品 我看到这些年轻人 买的东西都是想的是什么 等一下怎么样买给儿女 从来没有想到买给自己的父母 没有 因为 后来等到儿女长大成人了 儿女又为她的儿女来去着想 这个叫做 只有往下 没有往上 很难得 能够为自己的父母着想 像这种的观念 我问大家 有没有错 有没有 有没有呢 像我们做父母的 为儿女丑想 有没有错 没有啊 怎么能够说有错呢 不但没有错 并没有什么不对 但是 尊敬的最统修大德 我们看下面 我们一定要知道 中国有一句老话 叫做什么 叫做 木本随缘 我们要记得这件事 你要记得你的根源 你的根是在哪里 你这个生命是谁赐予给你的 你今天能够在这个社会上 能够过得温暖 过得幸福 过得快乐 能够吃得好 穿得好 住得好 谁送给你的 是我们自己的父母 所以我很多次看到 大家家里有父母天天跟你唠叨 其实我很幸福 感觉好像怎么样 你看师父现在 你看还年轻 父母都不在了 你看读书的时候 妈妈都不在了 一年前 父亲又走了 现在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 真的 你们有多幸福 旁边有父母照顾 肚子饿的时候 又得吃 生病的时候 又有人照顾 你看师父如果生病 谁照顾 没有 真的 有时候师父在想 一个人 一个人住 死在里面 也没人知道 真的 所以不能生病 所以 师父天天 这些护法 这些居士 打电话给师父 师父 睡觉的时候 手机不能关 24小时 手机不能关 那为什么呢 那怕师父有什么事 那怎么办 这个 这个就是 我们出家的好处 有这些居士来关怀 说实在的 真的 你看你多有信念 多幸福 父母在旁边 你不懂得珍惜 真的说实在的 那为什么我们中国常常告诉我们 你要木本学员呢 这一句话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常常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你要把人学好 你要把人做好 人做好了 你 你才能够得到 所谓的幸福美满的人生 如果 你连人都做不好 不要说成佛 念佛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连三上道理都没份了 那为什么要把人做好呢 把这个学习怎么样如何来做人 因为其实啊 父母生我 养我 义我 教我 令我将来长大成人 立足社会 功劳之恩 五天王吉 纵然粉孙碎骨 也难抱持恩义患一样 你没办法回报的 这个佛在父母恩众南报经 讲得很清楚 比喻什么呢 比喻父母之恩像什么 向天如高 向地如广 父母的恩就是这样 无论我们怎么样来报答 对父母 对我们养育之恩 生育之恩 我们永远是报不完的 那没有好好来孝顺 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我心应 想要孝顺父母 都没有这个机会 你说呢 这个就是要提醒我们 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然后第二呢 常常提醒我们自己什么 要持恩报恩 要对自己的父母 要对自己的父母 宵尽 小道 以报养 一生 于此恩 这个都是两点 来为大家说明 为什么 古人常常劝到我们 做人不能 一定要做到什么 目本随远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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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下面 说实在的 现代这个时代 对父母 能够有孝敬的心 并不是没有 没有 不是没有 是有 但是 极少数而已呀 很少 真的很少 所以今天我们在佛 修学当中 在佛法 在佛法 你修学这个当中 为什么 在四大菩萨 都是以地藏菩萨为首 以地藏菩萨本愿经 为基础 为根本 什么样的原因 原因就是一个 就是今天我们学佛的人 要从自己做起 从我自己做起 做一个好样子 做一个好榜样 来给这个社会 让他们明白 体倡孝道的重要性 体倡知恩报恩的重要性 如果有这个道理 我们做人都不知道怎么做的话 你想一想 你能够把这个人做好吗 你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吗 你能够在这个社会上 能够带来一种美满的家庭吗 你能够带来一个和学的幸福吗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 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本愿经代表 所以啊 虽然西方国家 众人 教义 发达 但是对这个孝道 他是没有这个观念的 不仅仅是西方国家 说实在的 整个全世界 很多国家都是这个样子的 你想一想 这个时代 如果这样下去 你说呢 这个时代已经完蛋了 如果人人像这样样子呢 那我们做人真的很辛苦了 真的将来的人啊 会越来越辛苦 不会越来越好的 不是给大家拨冷水 不是 下面会慢慢给大家 做一个一个总结 所以比如啊 为什么他们西方国家 对这个没有观念 包括现在的年轻人 比如说 他们对我们这个 传统这个 纪念祖先的 祭祖 这种的感觉的 感觉在什么 感觉很奇怪 看你这个拜祖先 祖先都已经几百年前了 几千年前了 根本都看不到 见不到 你还要纪念他吗 你要纪念他干什么 为什么呢 他认为这样是迷信呢 比方说 我们每一年 我们的中华 有一个叫做传统的 就清明节 去扫墓 很多年轻人都看不懂 我为什么要去扫墓 人都已经死了 都死了好久了 还需要扫墓吗 还是要祭祖先吗 还要祭拜吗 这个都是搞迷信的 是不是会有这样的 我们很多人 老一代的 还有这种的观念 传统的观念 懂得清明节到了 赶快去扫墓 来拜拜我们的父母 拜拜我们的奶奶 拜拜我们的爷爷 拜拜我们的祖先 还会有这种的观念 现在的年轻人 他又没有这种观念 很少 甚至于我们佛堂 有一个护法 他跟我说 师父 以后如果我走了 你帮我办或事 把这个骨肥虎化 然后撒在哪里 撒在海 我不想给儿女做麻烦 我说你不能交代师父的 为什么 人生无常 这个不能乱乱交代的 真的你看很多人 所以很多人他们认为 我们祭祖先是一种 搞迷信的 其实他们有这一种的想法 有这一种观念 其实很正常 他们年轻人会有这样的观念 会这样的批评 会这样的想法 很正常 为什么呢 没有人提倡 没有人提倡 真的耶 哪些让师父 在印尼 要提倡什么 提倡祭祖 为什么要提倡祭祖 让这些下一代的人 懂得 懂得什么 懂得感恩 但是没想到 你看 难以来疫情 那怎么办 希望我们将来 我们学的亲中学会 会有这个姻缘 也可以来做这个基础 做这个基础 让大家来看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基础 他的基础 他的基础的精神是什么 如果你没有提倡的话 下一代没有人知道了 那这个精神慢慢就没有了 那怎么办呢 那社会就晚了 我希望以后将来 我们的雪梨 在这个雪梨 头一个来提倡 提倡什么 祭祖的精神 孝道的精神 我们一定要 让这些年轻人 让这些下一代的人 能够明白 孝道的珍贵 祭祖的珍贵 感恩的 的重要性 不算是说实在的 他们不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 我们看下面 佛告诉我们 中国这个字的孝字 造得非常非常的精彩 所有中国混质 全世界任何国家的民主 里面 最好 最好的文质 中国这些都是5000年留下来 这些的文化 这太了不起 你看孝这个字 它的符号 而且每个符号 它都充满了一个智慧 你看我们中国文质 的制造 它一定要有六个原则 它不能离开这个原则 它有六个原则 一般我们称为叫六书 而像这个字 是六个原则 里面的一种 名叫做会议 什么叫做会议呢 当你看到这个字的时候 你能够体会到 这个字的精神 比如说 你看那个人 人上面有一个刀 下面有一个心 你当你看到这样的时候 他教你怎么样 教你 无论你有多苦 无论你一道 种种让你不高兴 让你很烦恼 让你很困扰 无论在什么样的 你都要忍 你看从一个字 能够来开导我们的智慧 你不忍不行 在这个社会上 特别是现代 一道种种的 首先你要懂得怎么样 学忍辱 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看第二个孝 前面已经给大家说了 孝 你看他这个字 上面有一个老 下面有一个子 什么意思呢 说明什么 上一代跟下一代 它都是一体 所以外国人 说这个父子 是有代过的 他有代过的 那有代过 那就没有了吗 孝就没有了吗 老庚子就分了吗 老庚子分了家 当然孝就没有了 他们认为都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一定要清楚 一定要知道 上一代还有上一代 所谓的过去无始 下一代还有下一代 未来无中 都是跟我们一个 都是一样 是一体的 自己的 所以孝 在大乘佛法里面 解释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你看 在佛法里面 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经典里面 为我们说明什么 告诉我们 整个虚空法界 都是一体的 这个讲得更透彻 更明白 你看 孝一展开 就是想 我们跟这个虚空法界 你看这个虚空法界 有多大 很大呀 你就是跟他一体的 我们要知道 讲笑的这个道理 除了佛经之外 其他的 我们都看不到的 真的耶 你今天如果没有学佛的话 你根本都不会了解 这个笑的精神 整个虚空 法界 一切万物 一切众生 都是跟你一体的 你怎么能够跟他 去针对呢 去计较呢 你伤害他们 等于伤害自己啊 你侮辱他们 你等于侮辱自己啊 你用一个不善的语言来骂他 等于也在骂自己啊 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晓得 佛 为什么 叫我们 你要尽孝 不但要孝顺 自己的父母 在佛门里面 有一部经 叫做 菩萨 戒经 佛 告诉我们什么呢 下面很重要 佛告诉我们 要把你的孝顺父母的心 孝顺父母的精神 要扩大什么程度呢 来孝顺一切众生 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菩萨戒经里面所讲的 所谓的 一切男是我母 一切你是我母 你想一想 你看菩萨那种精神 佛那种精神 把这个孝顺讲得更圆满 把一切男 看到男的 他都是我的父亲 看到你的 他就是我的母亲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众生 皆是未来佛啊 因为一切众生 皆是过去的父母 这个太伟大了 整个虚空伐界啊 一切万物 一切众生 都是跟我们是一体的啊 这个道理很深的 那我们今天在日常生活里面 那要如何尽孝呢 那要如何尽孝 那既然知道这样的道理 佛已经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都是跟我们一体 你能够把你的孝顺父母 能够孝顺一切众生 你真的太了不起了 今天阿弥陀佛 为什么他的福报 为什么大 把一切众生 把一切众生当做一切都是他自己的父母 来孝敬一切众生 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来供养一切众生 这个就是尽大孝啊 那今天我们做人 简单来说 我要来尽孝 师父 有一些人说 师父我母亲不在了 我现在都已经一把年纪了 都已经八十岁了 九十岁了 我要怎么来尽孝呢 对不对 师父 那我该怎么做呢 第一个 我们来看 总共有三个 最后 第一个 对人对事对物 我们要懂得感恩 就算我们对父母 对我们养育之恩 无法是报答的 但是我们可以做得到 我们是无法能够把他 能够圆满的他报答 无论怎么样报答 是报答不完 但是起码 我们可以做得到的 是哪一方面呢 佛告诉我们 对人对事对物 你要懂得感恩 你要懂得知恩报恩 所谓我们佛法里面所讲的 感恩谁呢 感恩我们自己的父母 第二 感恩谁呢 感恩我们的三宝 我们的老师 所谓的孝 是我们的根 敬 就是我们的本 那我们的根在哪里 孝养父母 我们的本在哪里 孝敬老师 第三 感恩国家 感恩众生 你想一想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你能够单独吗 你一个人能够活吗 不可能的 为什么要感恩三宝 因为三宝 能够让我们明白 做人的道理 该怎么做 哪一个地方 我们要避免的 能够帮助我们 分别我们的邪正 种种的 感恩国家 如果没有这个国家 那我们怎么办 感恩众生 感恩这个土地 这个第一 我们一定要懂得 做人要懂得感恩 这个我们可以来学习来做的 感恩一些众生 今天有人骂你 你要感恩他 有人批评你 你要感恩他 有人说你几句话不好话 你要感恩他 你可以做得到的 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无论将来成为各种各样的人 换句话说 就是无论你将来做什么样的人 企业家也好 做老师也罢 或者做医生 或者为国家 为大众来去去服务 或者做爸爸 或者做妈妈 无论你做什么样的人 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 绝对不可以成为 没有德行的人 你想一想 今天如果我们常常违背自己的良心 做一些做的事情 那你将来 影响的不是你一个人 整个家属 整个你的祖先 你想一想 如果今天我们常常做一些违背自己的良心 做一些上天害你的人 那将来 社会怎么样地看待我们呢 社会怎么样地看待你自己的父母呢 那个罪过很大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学佛 要懂得 无论今天 你有多大的成就 你赚了多少钱 那个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绝对不可以 做人没有道德 没有德行 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的 那要如何呢 才能做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呢 好好听经 好好学习佛法 像我们老师常讲的 把地质规好好落实 把胎上感念品好好落实 把死三叶刀金好好落实 你是一个真正的上上之人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第三最好的 就是说 在菩提道上 能够引导自己的父母 能够离苦得了 第三的 最后的 你能够帮助你的父母这一生 离苦得了 劝他念佛 往生西方极其的世界 等于什么呢 等于帮助你自己的父母 了生死出三界 永远不会再堕落三恶道 永远不会再受苦 永远离苦得了 这个孝可以说是最圆满的 那我们今天念佛也是如此 虽然我们已经九十岁了 但是你好好念佛 将来能够往生西方极其的世界 你不会堕在三恶道 这个对你的父母 是最大的迹象 为什么 因为到西方极其的世界 等于帮助你自己成佛 你能够帮助你父母 往生西方极其的世界 等于帮助你的母亲去成佛了 那这个功德太大了 让父母能够明白 我要念佛 我要好好念佛 你看那个高雄台湾 有一位居士 李居士 他的媳妇 天天天陪着他的母亲 天天念佛 陪着他拜佛 告诉他西方极其的世界有多好 在西方极其的世界没有病苦 没有劳苦 没有食苦 在那个地方最完美 最快乐 将来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 永远永远 忌讳在一起 给他鼓励 好好念佛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尽效最圆满的孝道 那今天我们念佛能够往生西方极其的世界 那你的孝道 对你的父母 你的父母对你的养育之恩 生育之恩 你全部通通报答圆满 这个就是最完美的 所以前面第一个第二个 先教你怎么做人 从知恩 报恩 感恩开始 然后从你的德行 开始 你把人做好了 然后你鼓励大家念佛 你自己也念佛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道理 所以 尽效最好的爷们是在哪里 还是老实念佛 所以尊敬的最统修大德 这个就是简单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如何来建修 因为如果要详细的给大家说明 讲得太深 像一天两天就讲不完的 但是起码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们又该怎么做 如何去做 用你的德恨 用你的态度 父母不需要你天天给他拜 不需要 我天天拜父母 礼佛上拜 像那个礼佛一样 看到父母拜上拜 看到佛爸拜上拜 父母不需要这个 用你的态度 来感化 用你的态度 来跟他 做一个 很好的 很好的一种关系 让父母能够安心 要不然的话 你看 如果今天我们的行为不善 又喜欢发脾气 又喜欢这样 又天天 又不听话 那怎么办呢 用你的态度 用我们的行为 用我们的义员 用我们种种的这些的心态 来供养 来贡献 让这个社会来看到 孝顺父母 不是一种很难做得到 很容易做得到的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 在外面我们看到 佛像 我们这么喜欢恭敬 但是当你的父母 你为什么对他 没有那么恭敬呢 那今天你所恭敬的 都是假的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所以呢 从今天开始 要懂得怎么样去配合 就算我们父母 有不善的恶习惯 但是 无论怎么样 我们要学习 如果父母不听话 发脾气 喜欢发脾气 种种的 我相信 用你的孝心 来回向 来感化他 我相信 总有一天 他会改变的 这个简单 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希望大家 要明白 今天我们父母 作为父母 可能也不要求 我们儿女 怎么样来对待他 但是我们做儿女的 应当要用什么样的心态 来对我们自己的父母 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 我今天对我的父母的态度 是好还是不好 你大家很清楚 我今天的语言 跟父母讲话的口气 好不好 这个你自己很清楚 我们该如何 该怎么做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的 今天简单给大家 给大家介绍到这个地方 希望大家 我们下个星期三 再继续给大家 说明下面的 这个认识佛教的一些基础 因为在多几堂 在大概六次 或者七次 这个认识佛教就延满了 今天简单给大家 说到这个地方 如果表达的不好 或者讲的不好 请大家多多批评 我们最主要的道理 我们都懂 但是我们要落实在生活 落实在生活什么呢 懂得感恩 懂得吃恩 懂得报恩 这个就是我们做人的本分 做人的根本 做人的道理 我们一定要懂 一定要做 祝大家身体健康 祝大家老实念佛 祝大家随随平安 祝大家年年如意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好 我们一起来回向 愿以此功德 回向累劫 因勤在主 回向西空法界 一切一切众生 回向世界大灾化小 小灾化无 上报四重恩 下集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洗发菩提心 见识一报生 同生极乐我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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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请起立 大众随时 向佛三拜 一拜 起 再拜 起 三拜 向佛一问讯 向佛一问讯 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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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晚安师父 晚安 再个星期间 好 OK 拜拜 阿弥陀佛 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下个星期三 我们再见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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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